大家好,我是移民律师孟小杰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H1B申请当中 H1B雇员的工资要求是多少 那其实这个问题 虽然其实我们经常一直被问到 但是它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回答 就是H1B没有一个固定的薪水的要求 但是这并不表示着说 H1B的工资它没有要求 你想付多少都可以 它是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的 但是呢,这个具体的标准 它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就是工作的这个职位的种类 这个比较可以理解 就是比方说今天 这个申请人是要做一个软件工程师 还是做一个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那他们的这个工资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先取决于 大家的这个工种是什么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工作地点 那同样是做软件工程师 你在湾区做软件工程师 和中西部做 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那第三,即使是同一个工种 即使是在同一个地方 雇主对于这个工作 它的要求不一样 也会导致这个工资的水平不一样 那大家就比较好奇了 说它这么变来变去的 那移民局它到底怎么判断呢 其实这个部分不完全是移民局判断的 其实它有一套劳工部的数据 那在美国的劳工部的网站上面呢 它会有一个数据库 它会把这些种种的职位 根据大家的工种 当然这么多的工种它怎么去区分呢 它会有一些code 它有一些编号 那所有的岗位都要被分到这些编号里面去 然后选择编号,选择地点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一般是四个层级的薪资水平 它会分成一到四级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定下了你自己的工作地点 和你知道自己的工种 当然这个工种其实也不是一个那么好确定的 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很多工作其实都是日新月移 那劳工部的那些分类 有的时候分类会有一点旧 它不一定能够赶得上一些新的发展 比方说其实最近劳工部更新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才新增加了 诸如现在比较多看到的一些数据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以前都没有 所以大家要想别的分类去分它 或者说一些UX Designer 这种用户界面设计 以前也没有这样的这种设计师 所以其实劳工部的数据库 也是一直要与时俱进在更新的 那么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编号 把它分类进去 那比较难一点的呢 就是说你这四个等级 一二三四 那到底哪一个分类应该适用在这个人的申请里面呢 这个其实就要取决于雇主对于这个岗位的要求了 这里呢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诀 觉得说那不就看我的工资是多少吗 不完全是 一个人可能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是并不一定他的这个职位的这个薪水的本身的要求 分类分得很高 这个比较常见于在一些大公司 尤其像一些硅谷的公司 那他们的哪怕是给New Grad 刚刚毕业的新生 他的工资也比较高 但是他本身的要求并没有这么高 只是公司愿意给的高 这个当中是取决于公司对于这个岗位 比方说学位的要求 工作经验的要求 特殊的技能的要求 甚至于语言的要求 如果说一般要求外语的 他都会增加这个工资水平的要求 所以如果说拿着一个最低的level的这个薪资 要求员工要讲外语 除非这个岗位本身就要求 像是翻译 他一般都会使得这个岗位的薪水要上涨 所以这个就会相对的更加case by case 叫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点 所以呢 在确定自己的薪水上面 其实还是有蛮多门道的 大家可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跟律师再讨论一下 另外呢 有一些申请人好像会提问说 我好像听到过有说什么6万美金是最低薪水 不是吗 不是哈 6万美金没有这样的说法 还是刚才说的 没有一刀切的薪资要求 那6万美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起源是因为有一些特定的 如果被认为是H1B依赖型的雇主 那这些雇主如果说 想要不要走一些额外的流程 想要按照正常的申请方式去申请 那么他们对职位的薪水如果能给到6万美金以上 就可以不受到这些限制 但是这是对于特定的雇主才有的限制 它并不是用来要求所有的雇主的 那还有人可能会记得说 我好像以前还在新闻里面听到说 什么10万美金是最低要求 那个是在川普时代 曾经有人提议过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生效过 所以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最低的薪水要求 那再有呢 就是这个薪水 它也不是说非得是年薪 一般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它会分成时薪以及年薪 所以哪怕是一些part time的 一些非全职的工作 只要时薪达到要求也是可能的 那这个以上呢 就是对于H1B薪水的一些小小的说明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